每次看到希克斯基S64那骨感的身板 总让我想起两个字 骷髅 但你肯定不知道 这个骷髅还差一点有一个固定版本 我是百个选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个被称为是 飞行的集装相传的奇怪飞机 XC120 为什么它有这个别称呢 因为跟常见的把货物装进自己宽大的机身内的运输机不同 它招货的方式跟集装相传如出一辙 就是把货物变成自己机身的一部分 你可以一边看图一边细细品味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XC120由开发了C119的先通公司设计制造 C119本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 它是二战后最实用的军用运输机之一了 于1947年首飞做好飞行的棚车 其最大的特点是大而宽敞的机身悬挂在双臂的机翼上 C119一共建造了1100多架 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扮演了各种角色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永畔高峰的工程师认为他们还能做得更好 C119显然还是有潜力可挖的 比如这样一些应用场景 军用运输机经常执行跨度很大的任务 包括运送人员 运送货物 运送伞兵 以及通过降落伞投下大件货物等等 所以机身中就必须要配备适当的功能 以允许执行所有这些任务了 这就意味着 它经常要承载着一些 可能并不有助于手头正在执行的这个任务的额外重量 于是先同的工程师设想 如果军用运输机仅针对其执行的特定任务去配备装备 则效率肯定会更高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 就是为每个特定任务配备不同的专用机身了 这样的想法便催生出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运输机之一了 XC120背包飞机 它保留了C119的双臂配置 但采用了全新的大幅缩减的中央机身 新的机身有一个平坦的底部 根据任务的不同 可以在上面安装各种特殊的货舱 例如一个吊舱可以优化用于运输重型货物 而另外一个吊舱可以用于运输人员 其他货舱可以配备为通过降落伞 运送部队或者是重型设备等等 还有一些甚至可以用作便携式的医院 雷达站指挥中心或执行其他专业的任务 一机多用完美高效 除了怪异的机身 XC120的设计中 还有另外一项另类的更改 它就是用全新的四轮起落架 替换掉C119的三轮式起落架了 所有的四个部件都内置在双臂当中 可谓是飞机上的麒麟臂了 而且还很高科技 飞机的离地间隙 是可以通过起落架高度的升高 或者降低来调整的 从而轻松容纳不同尺寸的货舱 货舱本身由四个小轮子来支撑 因此可以独立于飞机在地面上轻松操纵 一旦定位在机身下方 吊舱就会被内置在机身四个角的电动脚盘提升到位 然后用球窝接头锁死 最后通过冲击电圈 密封机身和吊舱之间的缝隙 这样就可以起飞了 好 给你五秒钟的时间想想 这样的可换吊舱设计 除了减少任务以外的多余重量以外 还有什么好处呢 答案是可以减少运输机停在地面上的等待时间 XC120旨在部署到前线机场 在那它会迅速放下吊舱 并再次起飞 大大缩短了在地面上的等待卸载时间 而这个正是飞机最容易受到袭击的环节了 在放下吊舱之后 它就可以快速的返回基地 而此时的基地里面 也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吊舱 同样也是迅速装载 迅速就送往前线了 周转时间大为缩短 其实像这样不同寻常的设计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经常都会出现 就连我的视频里面都已经讲了不少了 但事实证明 二战中的德国人就已经把脑洞打开了 与XC120一样 他们早就设计了菲泽乐FI333 用于运输模块化的货物集装箱 不过德国的设计还是笨拙了一些 其特点是长而细的机身配上固定的尾轮起托架 看上去就知道它带货的能力可比被爆式的飞机要销太多了 而且FI333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回头版 自始至终就只是一个设计项目而已 美国人好歹还造了一家出来 就从这点你不马上点个赞吗 继续回到XC120 它在很多方面都与现代集装箱船的概念非常相似 而后则几乎已经完全接管了国际货物运输的业务 可见XC120的眼光还是非常超前的 它翼展33米 机长25米 原型机的最大总重量为29吨 包括了9吨的载货量 飞机由5名机组人员操纵 有两台3250匹马力的普惠R4360新型发动机提供动力 最高时速为415公里 尽管在1950年便开始了广泛的测试 并在当时的媒体上展开了大肆的宣传 但第一次挂上货物吊舱 飞上天却一直要让人们等到了6年后的1956年的4月才发生 然而不飞则已一飞就挂 尽管有着创新的设计和美好的前景 但美国空军却最终也没有认可它 理由相当尴尬 它只有在装着货物的情况下才能飞行的良好 一旦离开肚子下面的东西就怎么也飞不稳了 当时的试飞员詹姆斯·温尼只用了一句话 就把空军给点醒了 很高兴他们制造了一架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稳定性的问题 看起来似乎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但朝鲜战争的爆发 以及随之而来的C119产量增加的需求 似乎已经冻结了先通对背包飞机开发的性质了 XC120从此便被世界遗忘了 还好我今天挖到了它 所以大家还想要看哪些奇葩的飞机呢 留言来告诉我 我来讲给你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